Hello 今早6點多獅子山頂重現我要真普選Banner 面積、位置和第一次掛我要真普選差不多 市民還可以在遠處看到Banner 不過Banner在中午12點已經被飛行服務隊和私房員拆走了 但拆一掛十 拆走了一條Banner都拆不走市民爭取真普選的決心 當三個佔領區被清場之後 爭取真普選的大型標語開始在香港不同的山頭出現了 銅鑼灣佔領區在12月15日被清場之後第一天 飛鵝山和太平山分別出現勿忘初衷的黃色巨型Banner 而前幾天28日 由堂魔鬼山掛了香港街友的黃色巨型Banner 這幾塊Banner都有雨傘標誌在上面 不過Banner永遠掛不走一天就被人拆走了 有人說政府又採取神速拆除政策 又不見他們平時工作那麼快手 網民就說只是真正的香港人才會懂得欣賞這個壯舉 你們真是固執得很可愛 他們還問如果在山上掛藍色巨型Banner 寫著我要搞普選支持香港警察 或者我撐梁振英 不知政府又會不會採取果斷而迅速的行動 將他們拆走呢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